大家好 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真宝哥跟白土山少主的一个比赛 双方第一场比赛 宝哥这边难得一见的 输给三公了 输的比较少 确实也输了 但是紧接着又奔上了 那咱们看一下这场比赛 那观察方这边还是 大唐神明的武装国标 看了一把虎阵 那对张方上的是一个 双林波一石头花神家 地附的组合 看了一把风阵 也是被观察方虎阵 拿了一把极限大客 对张方开场选择 直接破血 强行点杀观察方这边的 大同官府 前面还有一波高宫宝宝 咱们看一下能不能点死 又飞掉了一个 山豹 宝宝往上压 临终鸟 再来 好像 好像不太行 伤害差了一点点 对面地府没有用手抓 而是选择解开了化身寺 金刚拉上 观察方大唐残血 这双方没人管了呀 还真没人管啊 破碎 再给对面师托扔一手 双方心都比较大 这一个残血大唐 愣是 对面 师托 哎呀 这 补了一个 补了野兽之力啊 另外一个 出了孩子 这一个残血大唐 哎 就这么一回合啊 就这么一回合 一个残血大唐 没人管 对面也不点了 观察方也不管了 这双方打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那咱们接着往后看吧 放下头刀 先给队长方凌波承认一手 又是一把破碎 还是那句话啊 这大唐再破碎 感觉还是蛮好用的 尤其是针对师托凌波 或者是花鼓山的手 确实好用 不会现在带的比较少 他们基本上也不怎么带 宝格也就是打三攻的时候 带一带啊 平时打正规赛啊 也不带破碎 继续把对面石头压死 如果没有看宝格跟对面的 上场比赛的 可以过去看一下啊 因为两场比赛实在是 加起来比赛时间太长了 我就没合成一个视频 比赛如果时间短点的话 我可能会合成一个视频 直接就放出去了 小索 再来啊 这场比赛 关键节奏很舒服 很舒服 又让我想起第二回合了 关键方应该是觉得 第二回合觉得自己的大堂是必死无疑的 对两方觉得关键方的大堂肯定是能防住的 双方打了一波心理默契 而杜杰金生再保一手大堂 对面现在缺一个临波城啊 这个战斗力就会下掉很多 石头现在也是半死不活 关键方随时都有可能小爽给他切过去 这么一个残血的石头很危险 那一千六 金头弄了直接走 两千四 那你缺一个临波 伤害差很多的啊 对面是直接五个孩子给你顶在前边 啊 五个孩子呀 那既然 可是这样的话 对面输出就不够了 你弄上一堆孩子 你怎么输出啊 关键方套孩子 套孩子 玩得六啊 说话说啊 连个孩子也不放过 野兽之力 先不为首 对面也是给自己石头卡上一物龙蛋 防止关键方这边小爽子点杀 你下回合还能接着套啊 你不能把孩子都套了吧 孩子有神技也没有用啊 武装罐是可以套神技的 这也是武装罐的锐乾坤啊 也相对比较霸道的一点 磁心息走 领波可以拉起来啊 对面三个输出终于是到位了 那这样的话 关键方其实还可以接着点 再点你一个 毕竟国标嘛 点杀才是根本 拉起石头 看看有没有去挂小死亡 现在关键方状态很舒服的啊 那没有挂 选择放下土刀了 这么好的状态不点可惜了啊 前排宝宝也齐货 人物状态也蛮不错 想使用破血了 关键方这边还是想提高自己大堂的一个进攻效率 队长方两个尸体 上线回不上去了啊 一般三宫队很少去疊人心 他们这个化生死更多的是以充当 进攻剑头为主 就比如说拉一拉金刚什么的 拉一拉防御圈什么的啊 他们很少去疊人心啊 说给人物加血这是化生死 三宫的化生死基本不怎么做 不恢复的化生死 只有三宫做得出来 小爽来了 点上队长方大逃 看看队长方靠什么点呀 这是一个重点 一个倒地的灵波 一个休息的尸陀 前排五个孩子也没输出 你不能光靠俩灵波的天使怒斩吧 天使怒斩五千七 再来一个 还真给点死了 哎呦 这个爆发力啊 有点够的 再点观战方神木 但是观战方有金青 你看你宝哥你不点他 人家反过来要点你的呀 国标一旦不点杀 可能就会吃亏了 杜杰金神宝一手 小爽已经解掉 其实问题已经不大 哎观战方得反点对面了 对战方两个才选 你不点他点谁 联欢机 直接走 把钱 二开刀 你这个锤子 堵战金神破掉了 直接给锤倒 你要知道 对战方还是为大科的呀 他都什么神仙伤害啊 有163啊 他是有一定的伤害加成的 对面灵波 再次小死亡倒地 爆发力确实够啊 延长扔出来 双方都可以缓一缓了 只不过观战方神木 这小死亡刚才解掉了以后 拉起来直接秒就可以啊 把队长方的孩子呀 人物呀 再给他压一样 对面再给石头卡上一五龙蛋 还是防止观战方的小死亡 但是你这宝宝的速度有点太快了啊 那观战方还没挂小死 你就先 先卡上五龙蛋了 比较的尴尬啊 不过观战方这边运气也不行啊 小死亡挂不住 拉起神木 直接一把风卷大描过去 欢迎说 强拉尸陀 金刚拉上啊 你看他们的化身似 不加血 都还是以一个状态为主吧 就是以加状态为主 也点了人心脉了 还点的是人心脉 但就是不活 有点操作空间 还是以加金刚为主 说白了就是 只让干活不给吃饭 小散 吃心息走 这样连气也提前 给自己的神木加上 对面凌波也站起来 接着打面上 对战王想打开脱口 只能先点啥起始 你这干打面上很难出效果 关战王这边也是 接着点的 地府挂小死亡 接着点 那俩回不了上线 回不了上线 碰一下就死 那又何必给他过多的 一个出手机会 白头是少主 他们团队很少去点 真菌显灵那个经脉 他们一直都是天神弄斩 孩子直接飞掉两个 闪爆 地府被打错 163 关战王这边 大头也可以站起来 用巨剑 可以搞事情 直接对面换瞬机 水清保湿陀先变身 湿陀也只能先变身 他手里没愤怒 破血用不出来的 只能是先变身 先变身 拉起大头 换须民 想守住尸体 单差一点点 怪战王也换地厅了 也换地厅的话 哎呦 直接起风 天地同手 保地厅 摇个灵的 小耸直接挂啊 这地厅啥都不加 他秒过去对面 有点承担不住的 狠扫 观战王也不贪心 你哪怕你是私血 也是一把狠扫过去 这地厅 掉头了 掉头他就没机会 掉头他再想出手 就没机会 不需要跑 掉头就可以 这铃铛不改给 百万地厅 或者是几十万的地厅 在一个领导面前 在一个断线木偶面前 不值一提 不值一提 这也是很多团队啊 为什么不更新宝宝的原因 其实宝宝这个东西 首先很难去保值啊 其次 你要是大家都更新的话 提升的效果会特别的大 就每个老板都在更新宝宝的话 那效果会特别的明显 如果只有一个两个 老板在那更新的话 其实对于整个团队的加强 还是极其的有限 极其的有限 如果大家都更新 那整个团队一起提升 那效果立马就出来了 一两个根本就不解决问题 四千多 观战红大堂再次被压到在地 不过打到现在 对战红基本是没机会了 对面这个状态已经非常的差了 已经是非常的差了 这场比赛 对战红根本就没有打出 自己想要的任何节奏来 不管是面上也好 点上也好 都没打出来 对面直接收起了宝宝 放弃了这场比赛 都说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宝哥当晚就报 刚输了 立马就把 对面 再次干反 还行嘛 节奏蛮快的 再来一把风剑残云 三千两千一 队长方也放弃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小胖 如果有喜欢我视频 请帮点赞 关注谢谢大家 大家记得 不忘长按点赞 那一个超级推荐 让更多的小伙伴 能看到我的视频 这些乾坤自在套 拜拜